Safety 我们现在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save这个地方 那有人可能问说 Andy这个e不是在字的中间吗 为什么不当一个音节 因为这本身这个save是一个字 它实质在后面加上ty的字为 形成另外一个词类 所以在这边e我们还是不念出来 不发音 所以它没有当作音节 所以这个字我们就念成safety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念成safety safety它是一个名词 中文翻成安全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safety呢 是a state 注意哦 这个state可不是州 不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什么什么州的州 这边的state呢 指的是一个状态 这个state可以当作状态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状态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在这个状态里头 那这个which在这边呢 我们指的就是前面的state 在这个状态里头 someone某个人 or something某一件事情 is safe from danger 来各位 这边有个片语的indy 一定要提醒同学 一定要记起来 叫be safe from 好 这个片语呢 我们也经常常用到 be safe from 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是安全免于什么什么 使什么人 安全 然后呢 免于 通常后面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 例如说危险 对不对 或者是悲剧 或者是受伤害 好 所以呢 这个be safe from 然后特别要注意到 是后面呢 所搭配的这个介细词 要用from OK 好 所以呢 safety这个字呢 它是名词当作安全 那其实呢 这个字我们都知道 它是从save这个字 演变过来的 对不对 save呢 当作形容词 叫做安全的 它的动词呢 就叫做save 好 那save呢 它是可以当作 极武动词 叫做拯救 把你呢 拯救了 那你当然就是属于安全了 那这个save这个字呢 save这个字 除了可以当作形容词之外 其实它还可以当作名词 它的意思可以当作保险柜 保险柜 也叫做save OK 好 所以呢 在讲完这些字之后呢 来我们开始来看我们这个例句 for your own health and safety please don't smoke on the airplane 好 为了 for 这边我们翻成为了 为了你自身的健康 and safety 安全 please don't smoke on the airplane 请你不要在那个 飞机上面呢 抽烟 don't smoke on the plane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save ty 名词 安全